近日,上海虹桥机场迎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甜蜜风暴,人气女星杨子与当红小生肖站在繁忙的机场大厅不期而遇,两人之间的眼神交流宛如电影情节般浪漫,不仅让在场的粉丝激动不已,就连一旁的经纪人也忍不住直呼甜诈了。 当天,杨子身着简约时尚的白色T恤搭配黑色休闲裤,头戴一顶黑色渔夫帽,低调却不失欣慰,他刚刚结束了一段紧张的拍摄工作,准备从上海返回北京,而肖战则是一身休闲装扮,灰色卫衣搭配牛仔裤。 脸上挂着标志性的温暖笑容,正赶往机场准备飞往下一个活动现场,两人原本并无交集,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偶遇,让原本平静的机场瞬间变得热闹非凡。 当杨子从安检口走出,准备前往登机口时,恰好与迎面走来的肖战擦肩而过,就在这一瞬间,两人的目光在不经意间交汇,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了。 杨子与肖战的对视虽然短暂,但却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情感,两人的眼神中既有惊讶,又有欣喜,仿佛是在无声地诉说着彼此之间的故事,这突如其来的眼神交流。 让在场的粉丝和媒体都忍不住屏住了呼吸,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,更让人惊讶的是,两人的眼神中似乎还隐藏着一种难以名状的默契和吸引力,就像两根无形的丝线,将他们的心紧紧相连。 这种微妙的情感交流,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浓浓的甜蜜氛围,就连一旁的经纪人,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甜蜜瞬间所感染,忍不住露出了乙母笑,直呼甜诈了。 这场意外的机场偶遇,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,杨子和肖战的粉丝们纷纷在微博上留言。 表达着对偶像的喜爱和祝福,有的粉丝表示,看到杨子和肖战的对视,我仿佛看到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。 还有的粉丝表示,这两个人真的太有默契了,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合作一部作品。 与此同时,各大媒体也纷纷对这场偶遇进行了报道,有的媒体甚至将这场偶遇称为娱乐圈最甜瞬间,并配上了两人对视的照片和视频,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这份甜蜜,随着报道的不断发酵,杨子和肖战的名字也再次成为了网友们关注的焦点。 虽然这场机场偶遇看似偶然,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。 据知情人士透露,杨子和肖战其实早已相识,并在之前的活动中有过交集,虽然两人并没有过多的合作机会,但彼此之间的印象却非常深刻。 这次在机场的偶遇,也让两人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,在随后的聊天中,他们不仅分享了彼此的工作和生活经历, 还相互鼓励和支持,这种真诚而温暖的交流,让两人的关系更加亲近了。 此外,还有网友爆料称,在机场偶遇后,杨子和肖战还一起参加了某品牌的宣传活动。 在活动现场,两人不仅默契十足地完成了各项任务,还时不时地互相打闹和开玩笑, 让现场的氛围更加轻松愉快,随着杨子和肖战在机场偶遇的甜蜜瞬间不断发酵, 越来越多的粉丝开始期待两人能够有机会合作一部作品。 有的粉丝表示,杨子和肖战的演技都非常出色,如果他们能够合作一部剧,那肯定会非常精彩。 还有的粉丝表示,这两个人真的太有CP感了,希望他们能够在一起。 对于粉丝们的期待和呼声,杨子和肖战都表示非常感激和感动。 他们表示,会认真考虑粉丝们的建议,并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 同时,他们也希望粉丝们能够多多关注他们的作品和动态,一起为彼此加油打气。 作为杨子和肖战的经纪人,他们不仅见证了这场机场偶遇的甜蜜瞬间,还感受到了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和默契。 他们表示,这次偶遇不仅让两人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,也为他们未来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 同时,经纪人们也表示,他们会积极为杨子和肖战争取更多的合作机会,让他们能够在更多的作品中展现自己的才华和魅力。 他们相信,在未来的日子里,杨子和肖战一定会携手共进,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难忘的瞬间。 自机场偶遇后,杨子和肖战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也变得更加频繁了。 他们不仅经常互相点赞和评论对方的微博,还会在评论区里互相开玩笑和打闹。 这种轻松愉快的互动方式,让粉丝们感受到了两人之间的亲密和默契。 此外,杨子和肖战还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照片。 与粉丝们分享自己的快乐和成长,这些照片不仅展现了他们阳光帅气的一面, 也让粉丝们更加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态。 杨子一身休闲装扮出现在上海机场,准备乘坐飞机前往下一个工作地点。 而就在此时,他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自己的好友肖战。 肖战也是一身轻松地打扮,看起来心情不错。 两人一见面,便忍不住笑了起来,仿佛有说不完的话。 在机场的候机厅里,杨子和肖战找了个角落坐下,开始聊天。 他们聊起了最近的工作,生活琐事。 还有彼此的近况,虽然只是简单的交谈,但却让人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和亲密。 而在聊天的过程中,两人也不时地对视,眼神中充满了柔情蜜意。 这种甜蜜的氛围,让一旁的经纪人都忍不住感叹,这两个人真是太般配了。 事实上,杨子和肖战在娱乐圈里一直是好友,他们曾经合作过一部热门剧集。 剧中的感情线让观众们为之动容,而现实生活中,他们也因为这部剧结缘,逐渐产生了深厚的友谊。 尽管外界多次传出他们的绯闻,但两人始终没有正面回应。 然而,这次在上海机场的偶遇,却让人们看到了他们之间真实的感情。 当杨子随着人流缓步走向登机口时,他毫无防备地与正从休息区走出来的肖战迎面向遇。 四目相对,那一瞬间就像是时间静止了一般,空气中仿佛都可以闻到甜蜜的味道。 两人的眼神仿佛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,紧紧交织在一起,瞬间燃起了无数粉丝心中的激情与期待。 机场后机大厅人来人往,工作人员和乘客们也逐渐注意到这一幕。 只见杨子微微一笑,肖战则略显拘谨地点了点头,这一细微的互动却充满了无限的遐想空间,让人不禁猜测他们之间是不是又有了新的发展。 在场的狗仔显然不会放过这一难得的机会,迅速按下了快门,捕捉下这一甜蜜的瞬间。 而随后,杨子和肖战的经纪人们也纷纷赶到现场,试图维持秩序。 然而,当他们看到这两位明星那甜蜜的眼神对视时,连一向严谨的经纪人也被这份自然流露的情感所打动,不禁在心里为他们默默祝福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杨子和肖战开始攀谈起来,他们的对话虽听不清楚,但从两人那不时微笑和点头的神态中,可以看出这次相遇让他们感到十分愉快。 杨子和肖战怎么可以这么配?他们的眼神太有戏了,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 而就在大家的热议声中,一个更为劲爆的消息传开,原来,杨子和肖战此次前往同一目的地,是因为即将共同参与一部新电影的拍摄。 这一重磅消息无疑是对粉丝们的又一次巨大的惊喜,大家纷纷表示期待,终于等到他们再次合作了。 希望这部电影能让我们看到更多的肖战和杨子。 两人的化学反应一定会在大荧幕上绽放得更加绚丽。 除此之外,许多细心的粉丝还发现,两人在社交平台上的互动频率也明显增加。 杨子时不时会在下午茶时间分享一些甜点的照片,并附上调侃的文字,今天的甜点特别好吃哦。 随后,肖战则会在评论区留言,幽默回应,看来我是错过了什么好东西。 这样的互动让粉丝们更加坚定了他们之间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感,在一次特别的采访中,杨子被问及与肖战的合作感受。 他笑着说道,肖战是一个非常敬业和细心的演员,我们合作非常愉快。 他在片场总是给人很多温暖和力量,能够与他一起工作是我的幸运。 肖战则回应道,杨子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演员,我们之间的默契无需言语,能够和他一起创造美好的回忆,是我的荣幸。 时间飞逝,电影终于进入了后期制作阶段,这部电影的制作团队也为观众准备了一场特别的首映礼,邀请了许多粉丝和媒体共同见证这部温暖感人的青春爱情电影。 影片中,杨子和肖战的演技交相辉映,每一个细节都流露出他们真挚的。 随着杨子和肖战在娱乐圈的不断发展壮大,他们的未来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,无论是影视剧还是综艺节目,他们都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合作和碰撞出更多的火花。 同时,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,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难忘的瞬间,在未来的日子里,杨子和肖战将携手共进。 共同面对挑战和机遇,他们相信,只要彼此之间相互支持和鼓励,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就。 同时,他们也希望粉丝们能够一直陪伴在他们身边,共同见证他们的成长和进步。 杨子与肖战在上海机场的偶遇,不仅让两人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,也为他们的未来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 这场甜蜜的对视瞬间,不仅让在场的粉丝和媒体感受到了浓浓的甜蜜氛围,也让更多的人开始期待两人未来的合作和发展。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,杨子和肖战一定会携手共进,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难忘的瞬间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未来吧!